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丽第一时间也是用余光看到了对方的门匠已经出击了 没有能够完成摆脱 这次反击打得非常的有质量 但对他面对门匠这一次单导球的处理 有一些操之过急了 先是用自己的身体卡住了这个位置 再来看这一次后场的小长传打身后 这球处理的传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可惜最后的这临门一角 这次脚球直接转向了球门到后点 投球的攻门 这个球幸亏是有方说圆的一个保护 以至于比奥林在地下扑球之后 倒地没有能够及时的起身 又是一条长传 这一次王燕的解围球出现了失误 帮助对手把球给停下来了 重向心 这一次射门还是被 虽然被比奥林扑到了 但是还是滚进了球门当中 比赛的第36分钟 传队是率先的取得了破门 替不登场的前锋 承向心 解围球出现了非常关键的失误 而李登纳的盯人啊 在这一刻也 全都被出球的球员给信住了 在左边路想要完成造月位的刘珊珊 向前的这个时机也不是很理想 天上这个三打三 还是选择内切 外围尝试要远射 这脚球啊稍稍地高出了衡量 试试着这脚往外的传球啊 人球的分过 看看这次防风月的传球怎么样 这局当中一片乱战 这戏在 第一线进攻球员身后啊 并没有能够跟进完成补射的球员 漫威尝试叫远射 看看这次 机会不错呀 多亏了对方的门将金顺 单长将球给扑出了衡量 第一时间我还以为是打进了球门当中 带上了队长飞标的人卫星 给承拔为利亚说 感谢您的观看